Hello大家好,我是幽灵,今天咱们来挑战一下盾阵 现在这里有30名古代坦克,对面是130名投石兵 看看能不能用石头摧毁对面的盾牌 这么多石头砸上去好像也没有什么反应啊 诶,有那么一点点反应了 但是并没有起到什么太大的作用啊 攻击频率当然还是古代坦克比较快了 投石兵这边已经要被打光了 他们只有一次机会 不成功,那就只有被虐 现在对面是两队半人马小队 第一波弓箭完全挡住 第二轮弓箭又来了 依旧是完美防御啊 半人马的射击频率是非常快的 但是这边的盾牌手把弓箭全部都挡下来了 并且没有任何的伤亡 半人马这个角色他不仅可以远程射击 还可以近战搏杀 他同时拥有骑兵的冲撞效果和步兵的斩杀能力 所以盾阵在他们接近的一瞬间就直接被破掉了 没有了盾牌的防御 这些士兵就像是带宰的羔羊 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被无情的践踏 接下来我要用妖术来打败盾阵 第一排的盾阵轻轻松松就被解决了 女妖的妖术那是无视盾牌的 哇群体女妖吼叫的技能 这个效果就太爽了 第二排也是瞬间就突破了 不过女妖现在好像没有多少人了 我选的人数还是太少了吗 第三排只是被干掉了一半 哎呀功亏一亏啊 这次对面我安排的是武士军团 前排有两队小武士 中间是武士将军 最后是由武士巨人来带队指挥 咱们来看看聚合斩是否能够顺利破阵 前排的小武士都是来挡枪的 咱们主要的战力还是武士将军 他们必须要活下来 不然就看不到聚合斩了 现在所有将军都使用了聚合斩 我去完美破阵 帅爆了 这边武士他是有一个优势的 因为他们都可以弹反 如果没有弹反效果的话 在第一道防剑的时候 他们就要去西北了 说到弹反 雷神也是有的 既然是神嘛 那必须是单挑啊 雷神的弹反效果并不是完美弹反 所以他也会重剑 不过这款雷神的近战能力可是非常强悍的 雷电的传导效果也是非常厉害的 而且他的雷击技能也是升级版本 可以产生连续雷击的效果 雷神此刻还有993点血量 拿下胜利已经不是问题了 对方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即使可以射箭 弹反技能也会自动触发 这是什么鬼造型 绝个屁股在射箭 你是看不起谁呢 最后咱们使用棍树石来破绽 哇 好多巨大的狼牙棒啊 第一道防剑直接就被干掉了 紧接着棍树石召唤岩石的技能也跟着来了 顿阵瞬间荡然无存 棍树石打团战不要太爽啊 我感觉下一期可以挑战棍树石团队了 那么咱们本期的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我是幽灵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